好 那今天这个分享的时间呢就是这么多了 我们现在恭请成德法师给大家开示 阿弥陀佛恭请法师 感谢我们董老师的课程 还有诸位同修的发问分享 这个都是庄严道场 庄严法会 尤其很可能问的问题 在场的人 甚至于往后看到录像的人 也有同样的问题 那是带大众问 这有功德的 我们看佛经都是 弟子启问的 像无量寿经 佛赞叹阿南 鲁经诗问 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批之佛 不失累劫 诸天能名 苑非软动之类 功德百千万倍 因为当来一切寒灵皆因辱问而得渡头 所以我们要学到阿南 而我们也要体会到佛法难闻 假如他能够先遇到正法 可能后面就不会造这个业了 总在欲缘不同 所以这一个真实的例子 也让我们要更积极的 像董老师这样来 附讲老和尚的认识佛教 认识了 我们就能判断 就不会误入邪教了 老人家也一直强调 要显正 就能破邪 那显正 我们要把道理讲清楚 还有啊 那个显正还要依教奉行 不然我们哪怕是讲对了 结果做的跟讲的不一样 人家还是很难起信 我们上一回 我们一位罗先生 他在意大利 看到身边学佛的人 好像都比较执着 让人家对佛教产生没信心 所以这个显正不只是要靠嘴巴而已 为人演说 还得真正一教奉行来表演 包含 刚刚我们依然 他能够 因为 我们陆居士的这一个分享 结合到我们黄念老的教导 这个教导也很重要 这个教导也很重要 跟第十八院的经文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万法原生 这个缘起来跟这个故事相关的教理 甚至于刚好你身上也遇到相似的体验经历 大家都可以打开 打开麦克风 一起来 提供 一起来献身说法 我相信这个真实的例子 会让人终身难忘 那里面提到了 为主忤逆 诽谤 正法 刚刚我们董老师也提到 老人家在开解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 他诽谤正法 他不相信了 不相信了就没办法了 那我们举 《观无量寿经》 一个真实的例子 阿舍 世王 佛在世的时候 的一个真实的人物 阿舍世王 杀父 亥母 《观无量寿经》 就是他的母亲的姻缘 因为他母亲遇到这样的逆子 他就求佛 告诉他 这个世间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去 这个世间太着恶了 他不想待了 《观无量寿经》就是这么来的 而他杀父亥母 又有 又有 广正法 他都干了 忤逆罪 广佛 广法罪都犯了 可是他灵中 忏悔 最后是上品终身 所以这个事例就已经证明了 老法师还有祖师们 包含道措大师这些 他们所讲的 就从一个事当中把这个理 就显出来了 所以 以前造多众的业都不怕 旧怕不觉悟 旧怕不再悔 都能 带业往生 阿弥陀佛是大慈父 四十八愿度众生 只要肯去的 他没有不度脱的 映光祖师做一个比喻 我们都有业 像一块石头一样很重 这个生死像大海一样 我们怎么度过这个生死大海 到达清静的彼岸 阿弥陀佛是个大法船 你再大的石头 只要你肯搬上他的船 他一定帮你渡过去了 所以以前造多少业 都不要挂碍 从事上讲 阿弥陀佛的愿力 都帮你拖起来了 你还是能够到彼岸 这从事上讲 从理上讲 人真忏悔的时候 他真心献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 比方说一个人听了 好的道理 他一下子痛哭流涕 哭得止不住眼泪 然后是因为忏悔他自己 等他哭了停下来 这个人的脸色几乎变得另外一个样子 这个我有见过不止一个 哇 你看他脸本来是黑黑的 摘完毁之后 诶 透一点这个粉红的颜色出来 所以这个夜是存在的 所以俗话不是说额头发黑 那个都是业力慢慢慢慢现象 警防业力发动都要有警觉性 所以罪从兴起 将心忏 心若空时 罪亦亡 心亡罪灭两聚空 事则名为 真忏悔 真忏悔 因为一切法 从自己的心想生 这是策法 底源的道理 整个宇宙是自己的心变现 所以真心忏悔 真心献贱 所以阿舍世王 上品终身 到极乐世界 所以众生善根 不可思议 诸佛胜利 不可思议 我们的善根起来 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加持下来了 但是假如我们 执迷不悟 众生业力 亦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 习气 贪嗔痴一现前 佛菩萨想加持 加持不上 所以一个念头的招感 天壤之别 一个善念 敢诸佛如来的加持 尤其是念这句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之所互念 但是假如是恶念 可能敢很多 这些恶元 甚至是 这些恶的鬼神 甚至是冤亲在主的 这个助长你的恶念 那就麻烦 所以要警方 业力发动 有时候这个业力一现前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我相信 大家留心去观察 身边的亲戚 比方说他们家 有人生病了 病得很重了 哇 整个家可能 愁闻因产物 或者惹上官司 或者得了忧郁症 这都是业力在现前 哇 真的叫天天不应 很苦啊 前天听到 黄会长说的 这个资料 当然这个出处 我是不大知道 讲到 德国有心理疾病的人 占37%啊 欧洲啊 不只是德国是吧 不只是德国 大家不能只看到37%啊 这37个人 身边有没有亲人啊 这一些人的心理压力 会不会越来越大 铁定会的啊 所以这个数字 会一直滚大的啊 我们不能不面对了 我一听到这个数字 我就想起 曾经有科学家说了 未来最严重的病 不是癌症啊 忧郁症 忧郁症跟自杀 这个都会成正比例啊 好像说美国的数字更高了 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自己又得人身文正法了 我们都有责任啊 为众开法杖啊 广施功德保啊 愚住众生 视若自己 我们一听到37%啊 多少人痛苦啊 我前年去联合国参与会议 中午吃饭跟我做一桌 好几种种族宗教的朋友 一起做一切 那因为我出家穿着衣服 他们一看也知道啊 就跟他们聊 我一跟他们聊啊 佛说的一切众生 我们都可以成佛 在座所有的人 眼睛瞪得很大 你说 我们也可以成佛吗 我很肯定说 是的 哇 他那个眼神非常的喜悦 没人跟他们讲啊 不是他们不能接受啊 佛这些教诲 很可能他们过去生都有学过啊 只是要有一个圆 把他这个善根吊起来 刚刚我们董老师说的 因缘果啊 它得有缘分啊 真上缘 所以我们呢 应该做众生能够 闻正法的真上缘 我们不用刻意去攀缘 但是这一念心 要发出来 观身菩萨 佛菩萨 自有安排 好 那今天 讲的内容啊 对我们也是很重要 六道轮回啊 是我们的 分别 执着 变现的 怎么突破呢 要修禅定 才能突破 那怎么修禅定呢 念佛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海贤老和尚 二十岁就开始念佛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老和尚常常在那里算 我相信海贤老和尚这么老实的人 念个三五年 功夫成片了 再念个几年 事一心不乱 再念个几年 我相信差不多四十岁 你一心不乱了 结果他还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因为阿弥陀佛我不让他走 这个海贤老和尚说 我都叫老婆也带我走 老婆也不肯了 让我在世间表法 但我们要看懂 老和尚为什么要算这个数字 给我们看 让我们体会 念佛的方法太殊胜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不是临终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所以海贤老上 离我们这么近 最好的表法 现前当来 常常见到阿弥陀佛 静修节要第十四拜 告诉我们 无量光寿是我本觉 起心念佛 方明始觉 我开始觉悟了 无量光寿是我本来有的 刚刚 董老师说的最大的因果是什么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所以死本不离 直屈绝路 这个直屈绝路就代表 最快成就的方法 最快得禅定的方法 所以以臣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信此事 很欢喜想念佛 也不是偶然 也是因果 欢喜念阿弥陀佛的 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原因呢 以臣供养诸如来 就会欢喜 信此事 而且这个法门 最特殊的因果同时 一般的法门 修因得果 我们看大自然 你种一个种子下去 它要发芽 它要成长茁壮 最后长成树结果 那得要很多年 我今年的 元宵节 农历1月15号 我种了一棵苹果树 在后院 什么时候可以吃不知道 这个修因 慢慢慢慢等那个果 黄炼祖老去是慈悲 他做了一个比喻 比方说今天你要吃馒头 你一定要 先种麦子 然后 这个 还有整地 施肥 然后 麦子几个月长成了 收麦子 磨麦 做馒头 才吃到馒头 这是经过几个月了 但是念佛法门 不用种麦 也不用收麦 也不用揉馒头 直接吃馒头 他直接是从果 起修 直接吃馒头 集修 集果 所以他是用莲花来 表 表 表法 花开的时候 果子 同时在里面 因果 同时 这个无量寿经都讲了 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食 当有众生 执诸善本 因为他供养诸如来 执诸善本 以臣供养 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 加威力固 他供养过的无量诸佛 都在加持他 能得如是 广大法门 接着这个字很重要 摄取 闻到这个 广大法门 接着是什么 摄取 摄取什么 摄阿弥陀佛 果地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这叫摄取 所以他 即修即果 所以 偶越大师在要解 阿弥陀经要解 为什么 印光祖师 赞叹 要解说 古佛再来 再为阿弥陀经 做住解 都不可能超过 要解 因为住得太好了 他里面有一句话讲 以持明固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华为大师开解出来 你在持阿弥陀佛 真心专注持阿弥陀佛 善根福德 跟佛是平等 顿同诸佛 全设佛功德 变自己的功德 就是直接把馒头 这个成果吃下去来 佛的成果吃下去来 所以我们以后 互相遇到了 不要问吃饱没有 应该说吃馒头没有 这是我们的共通语言 意思就是彼此提醒 好好念佛 把佛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那接着 我们董老师又讲了 十二英元 我们就在这里一直转 无名 然后就造业了 造业就去投胎了 从业而来 然后就有四 明色 接着六入 银耳鼻舌身 长出来了 结果一出胎 就有接触 触就有感受 一有感受 喜欢不喜欢就来了 爱 取 取就想要 占有 爱取有 爱不重 不生说婆 所以这个爱取有 造的都是轮回心 造轮回业 那造了轮回业 又要下辈子又继续 随着业又去抖胎 轮转 生死疲劳 所以老法师说 好烦啊 不想再搞了 我们今天听到董老师 上海护国习斋 印竹讲的这个故事 其实不只是 这个梦 造梦 造梦 造影 造环 造仙 这个故事 讲的不是别人啊 就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这一生 不是还是遇到 善缘的人 也有遇到 冤家 路仔啊 很讨厌的 每天还得见 但是要看破啊 一定是过去生 对不起人家 你越烦啊 越痛苦啊 你越要觉悟啊 觉悟什么 不能再搞了 那对方就变成 你的大善之士了 提醒你 跳出轮回吧 不要再搞了 所以能够转练 一切人 都是我们最好成就的 真上源 要会转练的 事事是好事 人人 是好人 那我们 今天 董老师还 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 他读到 佛陀 的两句祭啊 累无化身八千次 未如说法 四十九 他边说呢 含着泪 哽咽说了 这个话 这是真正的 念 本师的恩德 本师是根本老师 没有佛陀 来给我们 宣说四十九年 而且第八千次 我们根本 不懂佛法 所以佛恩 浩大 不能再辜负了 所以我们惭愧 接着奋发 改过 依教奉行 如凭得宝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所以我们一想到本师 我们就想到这个火宅玉 想到大白牛车 这个大白牛车 就是念佛 成佛 一成法 我们还在那个火宅里面 生死疲劳 还不知道痛苦 就是佛用扇脚方便 把我们从六道里面 拉出来了 所以 董老师又引了我们 宏仪大师的 这段话 我们一起共勉 人生难得 是万古一顺的姻缘 佛法难闻 是历劫不遇的忌讳 我们今天这一会 也是大家共聚了 敬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万修万能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所以错过了 没有人能承担 这一份过失 黄念族老居士说 三图一栋 五千节 那怎么 情何以堪呢 怎么承担呢 那个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来 所以如来与无敬大悲 我们一定要体会到 而 后面又讲到很重要的 深信因果 能够深信因果 烦恼就清了 智慧就涨了 不要小看因果两个字 首先我们有过去烦恼 就是没有深信因果 还在那里懊悔 懊恼 抱怨 深信因果了 通通没有了 甚至抱怨变成什么 高兴了 哎呀 再早一点还完 好啊 好事啊 不要临终障碍我啊 你看 本来痛苦的是 深信因果 哎呀 还在感谢 人家早一点 无在一身轻啊 那深信因果 不会有未来烦恼 我们人常常担心未来啊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了 那不会有未来烦恼 那现在烦恼也没有 为什么 深信因果啊 我每一个念头 我要用对啊 我不能用错啊 用错了 我就招感未来的痛苦了 所以我当下每个念头要是对的 那没有 不举气不定啊 不这个犹豫不决了 要怎样 正思维 依照佛经思考 思考清楚了 很坚定的依照奉行 就对了 其实烦恼就这三种 所以这个深信因果 是良药啊 都能治 而这个因果啊 真的要 去体会啊 我自己啊 现在回想起来 甚至学佛 之后啊 你遇到的缘啊 你逃都逃不掉啊 真是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可是他本来是要来 逃你在的 你逃不掉的 你只要中了这个因 你铁定要结果的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惠玉死 果报还之寿啊 哎呀 这句话 一念 寒毛直述啊 不能再造恶业了 他铁定要结果了 那现在遇到的呢 看破了 一饮一着 莫非前定 不怨天不由人 而且我们今天 董老师要特别 讲到了凡事讯 主人翁 袁黄先生改造命运的真实例子 他的寿命延长21年了 本来没有指示 有指示 本来考不上公民 考上了 而且他没有求长寿 所以没有求该是你的 一定会献钱 所以我们要知道 每一天因果有加减成储 你做个大好事 福报成两倍三倍 做个大坏事 福报减掉一大半 做个小善加 做个小恶减 每天都有加减成储 所以命由我做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佛门讲 万法皆空 不要去爱取有了 过眼云烟 可是因果不空 对因果要有净卫星 不再造恶业了 虽然做善业 不做行善 因为一着相 求果报了 还得轮回 所以我们行善不着 行善的相 叫敬业 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质量 所以因果不空 刚刚我们黄会长讲到 那佛有没有因果 结果我们董老师 还没回答的时候 他就说他喊毛之处 我一听就知道他联想到 下错一个字转语 多五百事野护生 但是诸位同修 学佛是礼得心安 学佛不能听完一句法语 或者听一个故事会担心害怕 这样心态不对 或者是说你听完这个五百事野护生 说那我不改红法 那你有害怕 那你听错了 学错了 大家要知道 虽然看起来是下错一个字 但是他的心偏得太厉害了 其实要犯那种错也不简单 为什么 他居然敢不顺着佛讲 他不是很狂妄吗 佛视线都是 他自己都有几个月马迈之报 怎么会没有因果 佛都有因果 怎么你是佛弟子 代佛说法还敢跟佛讲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犯这种错 除非狂妄了 不然不会犯的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 再来 我们一般都会觉得 哎呀造恶感受不好 实在讲 怕的是我们不觉悟 觉悟 都是好事 都是缘分 就怕不觉悟 给大家举个例子 安士高大师 他觉悟了 他以前杀了人 跟那个人有缘 他觉悟了 他去还命债 他好像是波斯的王子 跑我们中国来还命债 还完命债之后 他又出家了 又来度那个要他命的人 跟他说 你记不记得几十年前 你在那个什么场合 杀了人 那人就是我 那人就是我 哇 你看 命在转成法源 所以大家 以前过去生 造什么业 都不要挂爱了 一觉悟了 全部是法源 所以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了凡事讯也告诉我们 有百事之得者 必有百事子孙保之 那我们看 那个地藏菩萨 本院经里面 他的母亲造恶 结果一投胎 还是短命 所以人投到什么家 什么命运 也是自己的因果 所以一个人 行善积德 他敢来好的子孙 也是因果 有百事之得者 定有百事子孙保之 有十事之得者 定有十事子孙保之 那第三 刚刚董老师 也讲得很清楚 你要如理如法 去求福 你假如不 不如理如法 去修福 你在那里 神明 佛 给我福报 那是迷信 所以老法师 很慈悲 又有智慧 每一次过年时候 跟我们拜年 也在教我们因果 诸儿莫作 睡睡平安 众善奉行 连连如意 借这个拜年的机会 把因果 很有耐心的提醒 那阿难问世佛 吉凶 这个吉凶也是因果 学佛的人 有吉祥 有不吉祥的 一定是 从明师受戒 专性不犯 精进奉行 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就会越来越殊胜了 甚至于整个家的命运 都能够改变 给一方做正传 做表法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你不表法出来 你不做出好的殊胜成果 人家不相信了 现在是信心危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责任 为人演说 好 这个时间太晚了 谢谢大家 感恩董老师 阿弥陀佛 感恩成德法师 可惜时间太晚 大家肯定都没听够呢 在这里呢 真是也跟大家忏悔一下 这个成德法师 就是去年12月中旬跟我讲 应该讲认识佛教 我头一个反应就是 成德法师 错下一个字转语 成德法师马上就笑 因为脑子立刻就是这一句转出来 然后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真是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但是有成德法师在 这个自己还是安心很多 成德法师说的对 他胆子太大了 这位 佛都是受了马脉之苦 三个月 而且还有七天的头痛 这些因果都是有的 但是佛不媚因果 佛不受这个苦 都是坦然 如如不动的就过去了 所以 莫学要把这个 这个放下 成德法师一下就听出来 尽管是开讲了 认识佛教 其实心里还在 成德法师立刻就是 会眼就看出来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节 把这个放下 其实我也是后来 豁出去了 就是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就讲了 豁出去了 斗胆 就就就下了 但是有这么多同修 在这把关 在这监督 有成德法师 坚强的后盾 所以放下这些 一定好好地讲 继续讲下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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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师 阿弥陀佛 实际呀 就是刚才那个 听到成德法师的这个 开示 然后就讲到听法语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 心情紧张 我对 我对这个 就是 想提个问题 可以吗 就是 也知道现在很晚能请 成德法师就是 简短地开示我一下 可以吗 请说 请说 阿弥陀佛 尊敬的成德法师 就是 墨学 刚才听到您说 就有的时候 听到法语 可能心情紧张 就是 墨学 发现墨学有的时候 也有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讲那个 一切法 从心想生 就是说 比如说有好的 念头 然后就可以使 使这个环境啊 周围的人事环境变好 但是可能墨学 听到这个法语 就想 是不是 就是紧张到 就是说 是不是 可能 有的时候 比如说 可能担心 或者害怕的 这样的一个念头 可能是不是会 也会使 那个人事环境 可能变坏 所以说 这种担心和害怕呢 反而 可能反而 没有对这个事情 起到那个 促进的作用 然后之前 墨学听到您 说到说 要转心 但是那个 墨学没有 领会到 这个转心 能请您 这个 能具体的 能够 这个开示一下吗 就是说这个 就是 明明这个法语 其实是让人轻松的 但是我听到 比较紧张 然后有点担心 这个转心 应该如何具体做 非常感恩您 阿弥陀佛 首先 佛家有一个词 叫强者先迁 我们平常 什么念头 比较容易起来 我们在 欲静缘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起来 所以我们首先 要认识自己的状态 认识自己的状态 不是因为我们 遇到佛法的教诲 紧张 是我们平常 容易紧张 听佛法 它只是一个缘分 这个我们首先 要认知 你听佛法 会有紧张 你听某一个人讲话 他谈论到什么 有可能你也容易紧张 那佛法 是帮我们安心的 大家看 我们所有烦恼 紧张的这些念头 他真实吗 就像 恶主 惠可大师 去见达摩祖师 他也很虔诚 最后达摩祖师 出定了 做了九年出定了 你这么虔诚 你是不是有事要请教 惠可大师说 我的心不安 请大师帮我安心 达摩祖师把手伸出来 将心拿来 老生帮你安 结果他自己 看了一看 想了一想 我怎么找不到 这颗不安的心 你看 密心了不可得 所以这个不安的心 也是假的 所以不觉本无 这是忘心 不觉本来就没有 一定可以去掉 一定可以去掉 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所以大臣起信论 这八个字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起信 所以信心很重要 有信心 我们就很容易 正能量就上来了 一没信心 那就比较会消极负面 所以老和尚很慈悲 加了几个字 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给我们信心 不觉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但毕竟 我们一直在轮回当中 所以对于 这些分别执着的念头 那是不用你叫他 他就会出来了 这也很正常 可是你现在已经认识 他是虚妄的 慢慢慢慢 你不要受他控制 我们赶快多念佛 多念佛 本来佛号不熟悉 慢慢变熟 生 陌生变熟 本来这一些念头烦恼 常常起来 慢慢慢慢 让他起不来 他有一个过程 这修行 也是要有耐心 用这一句佛号 慢慢把其他这些念头 把它取代掉 或者你用念经的方法 专注读经 那这样我们一些惯性的念头 思维就会慢慢慢慢少了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情绩是你的问题 有回答到 就是非常感恩法师 就是墨学 第一是建立的信心 第二是去读经 就是说让念佛的念头就越来越熟 然后其他这个想法 可能害怕呀 担心紧张 或者就慢慢变 减少了 可能是和 不知道墨学 里面理解 对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你已经抓到那个修写的 这个关键所在了 感恩法师 而且我们刚刚还提到 无量寿经的一句话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所以要相信自己 本来是佛 而且我们这个善根一起来 一念佛 一切诸佛的愿力 加持力就来了 诸佛胜利不可思议 所以这一念念佛 太重要了 都能招感来一切诸佛的加持 这个业障消得很快 好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那好 今天时间已经过了 我们大家下星期 大家再聚会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成德法师 给我们开始 真是听不够 也非常感恩诸位 同修的分享 给大家都是 都是很贴心的 每个人都有各种的心得 以后大家陆续的来分享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共证菩提 好 今天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恩成德法师 感恩诸位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下面请大家和我们一起 莫领回向祭 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请大家亲生起立 我们向授课老师致谢 一问训 起 不为礼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感恩老师 向尊敬的上乘下德法师 顶礼三问训 不为礼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感恩成德法师 向尊敬的上进下空老法师 顶礼三问训 一问训 起 再问训 起 三问训 起 向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 大愿大力 皆引导师 阿弥陀佛 顶礼三问训 一问训 起 再问训 起 三问训 起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感恩成德法师的慈悲开示 感恩董老师辛苦受课 也感恩各位忍者的参与护持 我们首先 恭送法师离场 感恩成德法师 大家叶梦吉祥 还有美洲的同宵午安 再见再见 感恩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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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见 再说见 老师 老师 再见 再见 小朋友再见 小朋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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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